天下的事 国家的事 都是我们的事 因为这里是POP大国民 非常的热 今天我下午 因为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所以在台北的北区南区 不断的移动 我车上的温度计 测到了38度 我相信外面的气温应该 可能不止 非常热 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 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以为说 你是在办公室上班 吹冷气 那各位要知道 温差变化太大 不但容易感冒 而且也很容易中暑 另外一种形态的中暑 就是温差变化太大了 一下子在外面38度 突然间进到冷气 你想想看 冷气如果要够凉的话 大概都开到25 公家机关可能开到26 27 但是一般冷气 大概开到25 26 如果是38度的话 你就等于足足差了12度 所以特别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在外面 有一些公物 或者是有一些活动 弄得满身大汗的时候 你进到冷气房里面 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最好是能够把汗擦干 然后多补充一点水分 这样子会比较好 我们特别提醒所有的朋友 夏天热没办法 但是各位要多多的保重 好 今天五点钟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要跟各位来做一个专访 我们要为各位请到一位朋友 文青会知道 他的早期的散文跟小说 非常的精彩 但是如果喜欢政治的朋友 也知道他 所以我们来跟各位介绍 在我们现场的五点到六点 陪着我们一块聊聊天的 也聊聊他自己的人生的转折 也聊一聊他对于台湾政治的看法 老包张熙奎 哈喽 你好 哈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刚刚说 介绍老包张熙奎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称号 其实都各自代表了一定程度的某种 老包或詹熙奎的人生的路径 对不对 喜欢他的文学 文青的这一块的部分 大家都会记得 他的散文小说 特别是1981年的 《再见黄砖录》 当年这小说是非常有名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不是曾经改编过 改编过影视 对吗 我记得 没错 李烈 李烈是主角 当时是李烈是 李烈演女主角 对 哇 李烈现在都已经是电影界的大姐大 但是当时不是很成功 因为那个 因为当时有电检处 所以删掉了不少 他有什么大麻烟什么都不行 出现都不行 那个名称 好 我跟各位讲 刚才这个詹熙奎先生老包呢 所提到的这个 当时的电检处没错 因为当时这个《再见黄砖录》 之所以轰动 就是因为 小说写作的那个背景跟年代 某种程度上是呼应了 台湾在七年代前后 其实那个时候的保守压抑 可是一样嘛 年轻人也有他自己的 尤其是前卫的年轻人 也有他自己反抗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那小说呢 就的确呼应了 呼应了那个年代 但是小说归小说 改成影像的时候呢 就逃不过电检处的 对对 没办法 那个时代的背景 好 那喜欢老包写评论的人 大家就知道了 这个詹锡奎呢 变成老包的评论之后 又是另外一个风格了 不过 从某个角度说 你个人的人生的 生涯的这种转换 也代表台湾社会的变化吧 对 不过当时 我进到报社 我有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去帮那些民主运动 我当时是这样的一个原因进去 那也是因为 我写小说 所以跟报社 跟报纸都有一点奄言 所以报纸很欢迎我去 我去是在自由时报当副刊主编 副刊主编 所以我最近常常在开玩笑说 那个我们的总统蔡英文 很喜欢搞文青 然后他用的人也是文青 譬如说吴英宁 我说其实他们写的那种文章 投稿到我那边 百分之百的会被退稿了 真的啊 这么严格 不是说严格 因为那大概不算什么好的文章 所以你也是从艺文起家 对不对 对对对 从我讲一说散文小说 然后复刊主编出身 我算是非常的文艺青年 然后当然我刚刚说嘛 就是从老包詹熙奎的身上 我们也看到台湾社会的变化 因为在那个年代 很多的文青 如果他批判性格强一点 自由自由风格强一点的话 大概在当时早期 大概都是党外的支持者 多数了 对对多数 或者是至少是同情党外运动的 对对 然后才慢慢慢慢的转成了 对跟民进党对不对 对民进党的支持 大概这个路程 大概都是这样走下来了 你当时是戒严 没错啊 这个才说嘛 就很容易把那个同情 或支持的对象 而且你也必须承认了 在一个反抗的年代 党外的那些诉求 也比较容易吸引文青了 对是 没有错 对不对 好 不过这几年 大家对你的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评论 就评论了 包括广播 包括电视 对对对 你可不可以说看 自己这种人生的转变 现在回头想一想 你会怎么样给他一个评语呢 我 我现在已经 今年已经66岁 我50岁之前 都一直想要在50岁 把他 把他做一个了断 就是回到文化界 就回到那个文艺 文艺圈这样子 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对不对 我看要回去不太容易 为什么呢 因为完全两种形态 因为你政治的话 非常的紧凑 节奏很密集 然后非常的热闹 但是如果是 做文学创作的话 那非常的孤单 你要忍受得住那个疾瘩 那当时又有很多客观因素来干扰 所以就很难再回的去 通常一个文青出身的人 又跨足到对政治做评论的话 你通常是用左右两只手 就做比喻的话 你都怎么去平衡 其实我都互相为用 就是说 譬如说我在做文学观察里面 所训练出来的能力 我也会用到政治观察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相互为用 都互通的啦 譬如我简单的讲 就是说 譬如说我 我会常常用很多比喻 用很多隐喻 那都是文学的东西 但是用在那个政治比喻的话 非常的有用 大家都一听就能够懂 譬如说我说 控制一个国家的话 你必须要像 我说像控制一条牛一样 你要拎牛笔 不要去抓 不要去扯牛尾 我像这种讲法 大家都会很喜欢 也蛮能够接受的 可是我挑战一下老婆 好你请讲 问你是现在的年轻人 可怕牛都没看过几只了 没有错 所以我们还得跟他解释 那个牛的特性 对呀对呀对呀 那个我记得 我们有 其实还不是我小孩 就是再早一点的时候 其实已经离现在 有一小段时间 但也没有说特别久 我觉得有一些年轻的学生 跑到今天刚刚看到牛的时候 都特别有 特别特别的兴奋 喜欢 哇牛耶牛耶 可是我们闻到那个味道 我都不喜欢 我想说 哇塞 我以前小的时候 我外公家到外公家去 牛就住在我 睡在我们的那个榻榻米的旁边 就是睡在那个 隔着一个房间的旁边 所以晚上都听到那个牛 在磨那个墙 然后那个嘴巴在那个 他们因为牛是反除动物 对对对 一直磨牙齿 一直磨牙齿 我那时候 我弟弟起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以前的乡下 是没有厕所的 一定要到外面去上厕所 我那个弟弟呢 每次都是 起来的时候都听到那个声音 都吓得扎得我所紧紧的 要去尿尿 都不敢过那个 那个关牛的那个地方 所以 牛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像我女儿 你要让他看个牛 他就很兴奋了 但是牛在从前农业社会 那是不一样 那是跟人类是息息相关 没错 所以说当时 有很多的民间的俗语或谚语 是用牛来做比喻 跟牛有关 对 比如说 其牛人家 倔 就说你一条牛 像牛 牵到白鸭 还是牛 对不对 一只牛牵到北京 还是一条牛 就意思什么 就是比较牛脾气 对牛脾气 所以 以前人一听就懂 你讲这个话的时候 或者像以前讲 游锡坤水牛精神 对对对 大家比较 就容易懂 勤奋 勤奋 可是问题 现在年轻人讲这个 他可能还想一想 这什么意思 对不对 他感受没有那么深刻 其实我们讲的这个 当然一方面也是时间的变化 可是 这会不会也显示出了 像你这样子的 其实也包括我了 我们这种稍微有一点 所谓的 用朱天心的说法 老灵魂式的这种老文青 我们在看很多事情的时候 即使后来有些立场上的不同 可是我们的某一个世代的气氛 世代的那个价值 还是比较接近的 会不会 非常接近 其实都 只要是写作的 大概多多少少 都有一点自由派的气氛 所以 可能那个政党的意识形态 不是很接近 很相同 但是在对追求自由这方面 我觉得都是 你在做评论的时候 你会在乎别人怎么看吗 就是说 我理解说 因为写评论的时候 一定都是某一些事 待会我们会聊 某些事情一定 你认为是非 对不对 可是在出来之后 别人一定会说 啊 蓝的 啊 这个绿的 会会会 就很讨厌 会会 这个 但是我们 做久了以后 会比较适应习惯 就是尽量去讲道理 让 本来不认同你的人 也渐渐的觉得 你讲的也蛮有道理 慢慢认同过来 这个就是一种成就了 我请教你 是 最近 我 我看到几次 媒体的报道 引述你的文字 或者是引述你的发言 都 都说你在K 蔡英文 可是从一个比较 呃 一贯稍微了解你的 就长期比较注意到你 我比较支持率 对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在这里了 所以 大家会认为说 你比较稍微偏一点率 可是为什么 对于蔡英文的批评 反而这么重 爱自身者自协 因为好不容易 绿 绿营这一次是第一次 有完全执政的机会 没讲的没错 阿扁的时候还是少数执政 对啊 完全执政 你就不能任何逃避 不能有其他的借口 你当然就是要为老百姓着想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 他的责任是最大 而且我最近 我蛮比较 同情国民党 我以前是不支持国民党的 而且非常的反对的 然后是我现在比较同情 为什么 因为他连党产的被冻结了 我认为一个没有党产的国民党 他就是一个普通正常的政党 民主政党 这个在竞争是非常有必要 制衡非常有必要 所以我反而会鼓励国民党 要振作一点 没错啊 因为从某个角度说 这个时候可能才是国民党 真的展现他在没有党产 真正的政党 就是从零出发的一个政党 是的 当然就是说对国民党来说 也是一个慌乱了 因为他的确突然发现到 不像以前那样的 没钱 以前是有钱好办事 变成不太会选举 对对 他现在就不知道怎么选举了 没这个钱 可是这个关卡一定要过嘛 一定要过 一定要过 你过了这一关卡 你就知道说 原来没有钱 我也有没有钱的选举操作的方法 对 你不要忘了 民进党当年我还记得 有一年那时候游锡坤当主席的时候 我都还记得媒体还报道 游锡坤还到银行去借钱嘛 对对 为什么呢 因为发不出薪水啊 对 中央党部 民进党中央党部发不出钱来 他还去找银行去贷款借钱 民进党也是这样走出来的呀 应该要这样 就是说 但我一直觉得说 像如果没有党产的国民党 我们觉得应该帮他加油的话 那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的民进党要改进啊 所谓改进就是说 因为他的政党的形态 完全是学国民党的 就是列宁市政党 那你表示已经不符时代需求 当时他列宁市政党 他是有特殊的背景 然后那个时代 这样子过来 那你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 2018年了 你这个应该有所改变 所以两边都是列宁市政党 我认为都应该要有所改变 好 这个要到底该怎么改变 我们待会回来 继续来请教呢 文青出身 现在评论政治呢 也非常犀利的老包 也就是詹锡葵 在文坛也好 媒体也好 其实大家都是老朋友了 那待会来 我们听听看 他怎么样子来谈 好 刚才在中间空档呢 我跟这个老包 这个詹锡葵呢 就聊起来说 他当年的1980年 再见黄砖路 讲了一下我的当年的印象 然后就聊起来说 其实真的可以考虑 这个一边关心政治 但是一边可以重拾文青之笔 好好地来写一点 那中间就这样的闲聊了 好 但我们回到这个台湾的现实 在评论政治的时候 我每次都这样讲了 不知道老包你同不同意 我每次在我们广播里说 我们广播听我们广播的说 实在也是有难有虑 我们不管讲什么 总是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重点是 我每次都可以跟他们讲 听听看一个道理 就很多事情 还是有他一个道理的 比如说 所谓的道理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用同样的道标准 当年你是骂马政府的话 那现在的蔡英文政府 犯同样的错 那你就应该用同样的标准 也来批评他 这个叫公平 对 但是如果说事情不一样 那当然就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来做不同的评价 否则的话 因为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以确立一个原则 所以逻辑上自己要自己要严密一点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知道说政党政治到最后为什么会进步 进步就是因为你在我们在做评论或选民在投票的时候 你可以迫使现在的想要当选的新的执政者 他要比过去再好一些 对不对 要再进步一些 这样政治才会进步嘛 其实我看 譬如说我写了一个概念 或者是评论一件事 有不同意见 我不会不高兴 我反而会觉得心里面很欢喜 原因就是说 因为这才是民主 你只有不民主的社会 才是没有不同的意见 我从来不删脸书上骂我的人 我从来不删 但是有些是谩骂的 那我原则上也不删他 就是我还会保留 那个我看了很爱 我会保留他 因为他就是来谩骂 然后用一些脏话 就给他骂 你碰到这个女虫怎么处理 我就把他删除啊 你会跟他硬碰硬吗 我不会 我不会回他 但是我会把他删除 因为我觉得他也伤害了 我其他朋友的眼睛 因为他就用脏话 都会有啦 这个我更正一下 如果他讲的是 你晓得很不入流的那种字眼 那不同意见我会留 不同意见是没有问题 我会留的 但你不要用那种人身攻击 对人身攻击 其实还蛮多了 我觉得那个就 就就就有点点 自曝他 自曝 自曝他们自己的短了 短处了 对不对 好 呃 你觉得小英 小英总总统 现在困局在哪里 应该 我第一个什么意思呢 他是党主席 他要是总统 国会里面有绝对的优势 那可是为什么 他到现在为止 他的民调 你看我们今天 昨天连续几天 又有一些民调出来 连青绿的很多的媒体 做的民调 他都始终都是问题很大 而且现在看起来 我还看到一个隐忧 赖兴德似乎也在担任行政院 被拖下来了 他的民调也往下掉了 对 这个困局 你觉得对蔡英文总统来讲 他有帮他解套吗 他如果不能解套 那民进党怎么办 他其实很容易解套 因为这是完全执政要解套 非常容易 只要一念之间而已 可是也有人说 他的某些性格 其实跟以前的马英九很像 看起来很温和 其实很硬 他很扭 这个很快 他很扭 而且他又不信任人 他像一只刺蝟一样 他防卫性很强的 因为我跟他也见过几次 有吃过一两次饭 然后我感觉跟他讲话 你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 他就开始防卫你了 然后会反击你 就当场反击你 所以你本来要再继续讲下去 但是你就会有点讲不下去 那我想他的幕僚也是这样 他的幕僚就是一两次之后 就不敢跟他讲真话了 所以他现在旁边 大概只能迎合他的 那我的感觉 他这种个性的话 他就是 他现在的麻烦就是说 他现在都是自我安慰 那幕僚就会帮他找 安慰他的话 比如说 他比如说民调低 怎么样就是说 这是因为我们在改革 对对对 这是他们常讲的 改革会得罪人 然后会有些 自己的利益会反击 所以这样 其实这个都是借口 那我的看法就是说 他我长期以来在观察政治 我的感觉就是说 假如一个政治领袖 他不是那种属于开疆 辟土型的 通常都会掉入这样的一个圈套 所谓开疆辟土 比如说 我从比较民主派 这个绿营这边的角度来看 开疆辟土就是说 过去当然都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代 你要从他的手中 抢为一些版图的话 第一个去抢到版图 那个就是开疆辟土 譬如说绿营很多对许信良 不是很礼貌 很有意见 但我认为 许信良就是一个开疆辟土型 当年陶原县 那个就是开疆辟土 在党外时期的时候 这些钱没遇到世代 然后他当党主席的时候 他帅领民进党 一口气拿下12个县市 那个不容易 非常的困难 所以这种属于开疆辟土 譬如说谢良廷 他在台北竞争输给那个陈水扁 他就跑到高雄去 那就是开疆辟土 替高雄打了一片 那这种人啊 南台湾打了一片天 通常这种人啊 他们的思考 他们的想法 都非常有见解 我都会 我都会想要从他们 人生经历里面 获得东西 可是你现在讲 我们来稍微 让所有朋友来听听看 老包怎么样子来回应 就是说 我如果站在 小英的支持者角度 来替他辩解的话 那他也算是开疆辟土啊 你看当年在这个 民党惨败之后 各个派系的领袖 通通都没有这种 号召力的时候 小英被拱出来了 拱出来之后 他被拱出来原因是 因为他比较没有杀伤力啊 他对派系 可是当初很多派系领袖 可能是这样想啊 可能没想到最后 竟然把他扶起来了 扶起来没有错 但是他不是开疆辟土啊 譬如说他当选总统 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强啊 他当选总统是因为 柯P在前面已经开路 把他开好了 他就让很多县市 都等于测往下 就2014年的 对对对对 就等于整个翻转过来了 那个路都已经铺好了 我们2014年就知道 他2016他一定当选嘛 所以这个形势就一定 但是我我在看 当然我也不是说开疆辟土 没有开疆辟土就成不了大事 不是这个意思 就说你要从中间 你要发现自己有不足之处啊 所以你要用人 一定要用能够告诉你 你有缺点的人 不是一天到晚在告诉你 你做得不错 你做得很好 外面有掌声什么 不是告诉你这些人 能够告诉你 你有反对你的人 一定要有这样的人 所以唐太宗为什么能够成功啊 为什么能够爭观之姿呢 因为就是他就用了很多 告诉他缺点的人 就等于他有眼睛 我讲那个眼睛 我最近我有提个概念很多 我的读者就觉得很不错 就是说你就是你在你的脑海中 你要架设一个卫星导航GPS 这个GPS是有卫星在对照的 你从上面这样可以关照下来 可以看得很清楚 每个政治领袖都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设备 就是你的脑袋中里面要有这个东西 而不能只看太近的东西 你看太近的 他就是只看到周遭几个幕僚 跟他讲好话嘛 可是老爸你知不知道 我的观察是 很多政治人物听你这样讲 他可能会说我有啊 我脑海中又有一个GPS啊 可是问题是 他看到的跟我们看到的就很不一样啊 他就是他只看四周嘛 他的GPS他只看 只把他弄的拉得很近 你正在看周围 看周围在肯定他的人 在跟他掌声的人 这样吧 我请教你 因为的确 该听谁的意见 不听谁的意见 有时候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那也这种 判断能力 对的就是判断能力 可是呢 对于建言的人来讲 有时候难免会被人家酸嘛 说没听的意见 你就说人家不听 不查那亚言哦 好 我不谈这个 但是民调 你认为说到目前为止 台湾民政党真的走那么久了 选举也走那么久了 所以其实民调在一定的程度上 他有他的一个广泛普遍的 不断的反复的 试验之后的一定的公信力嘛 是 所以你觉得民调是 基本上还是可信的 对一个政治人物的评价 对一个政治人物 一定可以参考 还是有一个 那个就是类似我们讲的GPS 因为他做了很多样本 那个样本就等于是 在帮你去看那些东西 你知道吗 我就是要请教你 假如说民调有一定的可信度的话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大部分的情况 都是会据像你讲的 其实蔡英文这也不是 唯一的例子了 就是对自己不有利的时候呢 就会想说 那个是有特定的立场 再不然就是 民调起伏很正常 是有啦 有一些民调是有特定立场 就是说他没有跟你做家权嘛 就是说他做的样本里面 所谓家权就是说 因为你人口的比例嘛 你男性女性 然后年轻年龄年龄成 没有做这个家权比例的时候 就会有点失真嘛 那就采取对自己有利的那一面嘛 所以有些是这样的 但是我现在看很多 很多这个民调公司 其实大部分啦 我来看喔 大概有六七成 应该都是不错的 都是相当专业的 他们也不敢杂教自己放完 现在坦白讲 做民调也不是那么好赚 是啊 是啊 没错 所以我看他们也不敢太 太差太多了 好 我们在现场的是文青出身的 文青 对 老文青 这个老包 过去小说散文都写得非常好的 但是呢 他这几年呢 对于政治的介入比较多 我们待会来请教他 怎么来看蔡英文执政的困局 那现在最重要一点是 对于绿营的朋友来讲 或偏绿的朋友来讲 他们是不是有一个普遍的担心 会觉得说 这样下去的话 2020民进党不一定能够执政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继续下去的话 搞不好连赖清德也脱下水了 那这样一个困局 可是我们也知道 对于蔡英文来讲 党机器在他手上 对不对 然后国会里面 他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多数 换句话说 他如果要坚持要连任的话 民营党也不一定挡得住他 所以这个困局呢 老包或詹锡奎怎么样看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 我们来继续聊 如果从你的角度 长期在观察 你觉得蔡英文现在怎么做 他才有机会让他的民调 拉抬起来 他就是要回到中间路线 可是深绿就觉得他不够绿 有些深绿对他就很批评 所以你领导人就是要果断 你要领导 我本来有要送他一本书 但是他一直没有来拿 然后也没有看 就是李登威有写一本领导人的条件 很少字 好像是薄薄的 很薄一本 大概两三万字而已 我也很有印象 那个里面就简单 第一条 第一章就是写这个领导 领导 怎么样要领导 就是你不可以说交给民主 就是说这个给大家去决定 这个看大家的共识怎么样 我懂 你要担当 因为你碰到 国家碰到危险的时候 碰到要取舍 要走这条路 还是走那条路的时候 你要决断 不是说你们大家来吵一吵 你们告诉我该走哪一条路 但就不需要领导了 所以这一点他 我觉得他做得很不够 他没有领导 然后又没有创意 然后就产生一个东西 就没有自信 你觉得他在乎什么呢 他在乎 他有没有一个核心价值 还是说你觉得看不出来 他有没有核心价值 我觉得他没有 真的 因为我看 柯文哲好像有问他 可是他在 可是他在质疑柯文哲的时候 丢出来的台湾价值 当然也后来被陈芳明教授也批评了 就是说这是傲慢 谁告诉你说你讲的台湾价值就是台湾价值 他也被批评了 我告诉你好不好 台湾价值这四个字是我创出来用 我当时是有就是2014年科匹当选的时候 我有一些体会 我写出开始我们要创造台湾价值 这台湾价值是什么 你是怎么定义他 我的定义就是很简单 就是海纳百船 就是大家要能够 那就是民主的价值 对 就是民主的价值 就是民主的价值 就叫包容 就是这两个字而已 可是我觉得姚文智后来把它界定的更糟糕 说是 是立的 就是立的价值 那就更惨了 把这个弄得更惨 你就等于说 完全偏了 你本来海纳百船 结果现在只海纳绿川 对不对 这个就完全 完全左偏了 就更窄了 我的意思说 这就是可能民主党现在最大的尴尬 就像你刚刚说的 如果小英的路线是中间路线的话 他等于就把中间路线的一大半 一半甩掉了 对 因为柯文哲就是中间路线当选的 然后他把中间路线发挥到极致的时候 就创造了一个很大的一块平眼 让那个跟着蔡英文来做 那我也顺便请教你 因为你对柯文哲有很长期的观察 柯文哲 柯P有没有核心价值 他有啊 他的核心价值 他其实非常有 你要知道 他是靠思想议题演讲起价的 他为什么有那么多始终的粉丝 他那些粉丝 尤其又都是比较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 然后你就什么什么路也跨不出去 这是他的 他很简单的概念啊 好 所以如果从一个战略的 比较高的层次来看的话 虽然这一次民进党决定跟柯P分手 对柯P造成很大的压力 在前面刚开始一段时间 可是就一个稍微拉长时间来看的话 这会不会也是柯P真正确立他中间路线 他反而好耶 我觉得他反而成长耶 对不对 反而他反而成长 要不然他可能原先一直对民进党一直有不是说依赖 他一直会觉得这个割舌不掉嘛 然后现在是民进党把他割掉 要跟他割舌 他结果他反而路比较宽广啊 他现在非常的成长 然后蓝颖的人愿意靠过来啊 我觉得蓝颖的人靠过来这是一件好事 就是你所谓的海纳百川嘛 这叫台湾价值啊 可是你这样讲丁索中就压力大了 对不对 那就对不起了 那就没有办法 这丁索中压力就大了 但是蓝颖现在看起来 蓝颖当然有一部分的票 但是对丁索中来讲也不要太失望 因为也并没有全部跑掉 跑了相当的比率这是事实 但是绿颖跑的比率就更高了 否则姚恩之不会这么辛苦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定义在 就是说这一次的选举 我们把它定义在 他就是说创造价值 而不是在说输赢而已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连任者 我们连任的失败的其实非常少 然后你说柯文哲会变成特例 然后他失败了 这个可能性就比较低嘛 本来就比较低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抓那个牛角签呢 但是阿扁当年市长就输了 阿扁不一样 阿扁当前的时候并不是过半当前的 你知道阿扁当前台北市长 他也是对没错 他也是跟总统 适成而已耶 没错 适成的选票 所以他是杀杀都嘛 所以那个情况跟这个不太一样了 不能这样类比 那柯文哲的状态 我们认为他应该要比较去创造价值 现在我们希望他能够 当然那个价值不一定我们想象的 就一定能够创造得起来 但是他是创造价值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应该都乐观其成了 柯P现在这个方式 这个目前来自看起来的话 民调看起来的话 他是相当程度的在三强中 保持了很大的优势了 是 那这个优势当然 就是要最后还是要看选票开出来 是不是能够能够真正的掌握 可从民调里面看得出来 四十岁以上年龄大一点的部分 他掌握的其实是没有在四十岁以下 掌握的那么优势 对 这对他来讲的话 有没有一些隐忧 隐忧当然是有 就是说他这个四十四五十岁以下的 那个投票率要高 对他没错 这要高 对 现在看起来他的策略 其实也蛮成功的 对不对 就是说那个话题性 一直让这个话题性出来 对年轻的这些族群来讲 其实是很开心的 所以这就是开疆辟图 你看那一块 绿营以前是最少 年轻人支持他们是最少的 那现在这个年轻人支持者 就跑到一个范绿的 科匹本来是范绿的 对啊 甚至他说是墨绿了 以前早期 不要说是墨绿 我们最少 至少才是范绿 现在来讲 对 范绿的一个版图里面的一个科匹 然后跑到他身上 这就是一种开疆辟图 那为什么他能够开疆辟图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注意的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因为这里面会产生到 我们对时代的认同 好我来我先插播一下 刚才网络上有人在问说 有人在问说 刚才那个老包来宾说要送给小英的书是什么书呢 就是李登辉前总统的领导人的条件 那书薄薄的了 我记得如果没出 是他那个民主学 李登辉民主学校 民主基金会出的嘛 薄薄的一本 那个书我我有看过 差不多三万字而已 对很薄 所以提供给你 就是李登辉前总统写的领导人的条件 你上网络查一下 应该就知道了 你自己看这个政治看那么多了 那我只是很好奇 按理说包括以前以前的前总统马英九 在后面执政的那一到两年的时候 其实民调也是掉得很惨 可是多少的建议 多少的提醒 也没有 踏踪是有名 也没有放在心上 就到最后导致2018 你输得很惨 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会先观察 说你这个人当选 你拿那么多票当选 那你到底怎么样看待你这些选票 但是两个人都让我失望 就是马英九跟蔡英文都让我很失望 就是说他们一开始的那个就职 都是在痛批对手 对手已经输你了 为什么还一直要骂他 像现在蔡英文也是这样 他就一直怪怪给对手 像像他这一次 如果国民党稍微有批评他们的施政 他就会 他就会跟他说 都是你们以前 你们以前弄得不好 怎么样 然后你什么 凡事你都是依赖中国 什么什么的 都是用这一套 这种自私的 你都忘记自己现在是完全执政者 完全执政的人 就是要去解决问题 不是来制造问题 因为老包呢 自己刚才也说了 他过去从支持党外 到现在到比较支持绿营 所以我请教你 但是你晓得同样是绿营会 我们应该这样 同样是蓝营 其实在很多议题上 他也不一定完全都一致 其实很正常 你看美国的共和党 我也会分说保守的共和党 还是比较进步的共和党 其实都一样 那绿营跟蓝营也是一样 有人很 有的是很统的蓝营 但也有是比较本土的蓝营 思考比较本土的蓝营 那就很本土的蓝营 就会比较接近一点 民进党的 比较开放一点的这个绿营 所以他其实有些地方是很接近的 有重叠 有重叠 但我就要请教你 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 像两岸的议题 要怎么样子走出一个绿营的标签 但是又不至于搞到寸步难行 搞到外在压力重重 这个民进党 你现在完全执政 就更应该去做啊 尤其他现在美国关系弄得很好 美国关系弄得很好 不是要你去搞坏两岸关系 美国关系好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去搞好两岸关系 因为利用 由美国在背后支持我们的力量 更应该去做好啊 我觉得这个是为 为整个台湾着想 不是为你个别的党派啊 你要去做两岸这个议题 我觉得很简单 他原来我们的这套宪法 就可以去做那些事情 这套宪法里面有中国因素 但是他也有台湾因素 是混合的 中国因素是因为 从中国带过来的宪法 你意思就是说 这宪法的本文加上征修条文 对对对这两个 就有个空间可以运用 对对对对 当里面有空间运用 这个运用就是我以前有讲过一个 一个科技的理论 就是可以忘记叫法子理论 这个很多人 只要说念电机的大概都知道了 法子理论 对 就是上面就是说你看起来 他好像有点模糊 但实际上他对你的生活起居 是有很大的用处了 我们应该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一部宪法 宪法是可以跟 我觉得当时这个 中国的这个 中共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 其实当时他也认同 他当年的 他那时候的发言给大家一个 突然间觉得 很好奇 他要宪法 对对对 他叫你回到那个 回到宪法 你就回到宪法 你最少要用个宪法来来跟我们对应啊 对对 我觉得很好啊 但是后来为什么 你不积极 然后他那边也把这个发言 可是可是 老包你知道吗 你这一讲 深绿人可能就K你了 OK没关系啊 因为他们要的就是 正名字线 结果你还搞出一个说要回到那个 我已经讲过了 你要控制一条牛的时候 你不能去抓那个牛尾 那个就是属于牛尾巴 嗯哼 你要从牛笔那边 那个抓 牛笔就是什么 我讲的就是中间路线 嗯 中间路线才是正正的牛笔了 嗯哼 那现在的 我们的执政者 他本身就忘记了这件事 他自己就是中间路线起家了啊 好 我们在现场的是老包 詹锡奎 这个文青出身的政治评论人 已经相当资深了 那他的刚刚这番谈话 我们大概也可以揣测的出来 那到底对于蔡英文来讲 一个他的长期的一个观察者 老包给的建议是什么 马上回来 好今天我们为各位请到了老包 各位如果有机会在过去在一些其他的友台呢 也听过他的广播 他刚好跟我的时段其实当年是当时是冲在一起的 他是五点到六点好 所以我我其实除非我刚好那个休假 或者是别人代班 或者是我刚好预录的时候 我才有机会可以到处听 但是各位今天有机会啊 可以来在我们这里听到他的评论 你通常是怎么样自我期许 说要在这个政党政治 尤其像现在蓝绿政党 其实他已经会变成一个规格了 有时候这样政治规格化也蛮好的 就是说你上我下啊 然后你不行就换我来 可是呢有时候这场这也令人很讨厌 为什么呢烂苹果都很烂的时候呢 大家人民就会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某个角度来说柯P代表的 的确是这些年来有一种声音的力量 在他身上出来了 就是蓝不蓝绿不绿的时候 那就给中间 所以柯P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出来 所以我比较欣赏美国式的政党政治 他们就是 选民也可以移动啊 可以移动啊 我去登记就变成你的选民 对没错 然后明年下一届可能就变成另外一档 可是我们虽然没有登记 但是选民也是可以跑啊 你看上一次台北市长的时候 很多人的男人就不出来投票 甚至就根本就投给柯P啊 不是因为有党政的这个制度 我认为就不好 有党政的制度就有差别心 那你现在 所以我说它是列宁式政党嘛 他们两个都开中常会 都在礼拜三 这个很奇怪 这个都是共产党 从前共产国际的时代的一种组织嘛 那我在看就是假如能够像 就比较选举式的政党 这样子就是能够开放式 就是说初选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都去 譬如说初选这一次 是不是要继续推举柯P呢 那我们就可以呼吁一些支持者 去投票支持他说 初选开始给他继续选 那我这个阵营代表就是他 他们上一届 其实是用这个方法啊 对不对 是用这个方法啊 就是绿营先内部 有人想参选的 先自己实杀一阵子 然后推出来 他是用民调而已 对民调 现在都是用民调 那以前不是哦 但绿营以前在1995年 跟1995年 他们1994年 两次有实验过哦 他们1996年的那个总统 他们就是用党内投票的啊 对对对对 可是你也看到问题 就开放式投票 问题很严重嘛 对不对 会有其他党会动眼啦 但是所以一定要公办出选 这一定要公办 就是政党都在同一天 所以你认为现在的民调 不会比较接近你讲的吗 就是有点像是选举式的这种 就是大家其实也不知道 你是蓝还是绿 但是反正民调 用民调来解决 那民调感觉上 不是那么正式的 跟那种投票是比较 美国式的这种 动员式的投票的话 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正式 而且可能会失真了 有可能失真了 不是说一定会失真了 以你这样子 这样子观察政治 这么深入的话 你觉得2020 民进党有可能被迫要换人吗 换蔡英文哦 对 我看是不会 所以还是 所以可是问题那就来了 那赖清德怎么办 赖清德你说要做一个行政院长 要能够一直跨到 当副手嘛 可是当了副手你晓得 副手这种 请总统的副手 通常就没声音了 没声音没关系 陈浅来 你看人怎么做啊 我觉得他因为 赖清德后面有派系啊 这个派系会帮他想办法 那不用我们帮他上脑筋了 他的派系很大 那个派系力量 是啊是很大 新潮流派系 然后赖清德应该 大概就是副手 应该是他的选择 然后就让他在副手 敦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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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选2024嘛 可是你晓得 在四年当中 也可能出现了其他的 那一定会的啊 那柯P怎么办 柯P在2020 如果今年当选 他2022 他就没事了 你就没事情了 那一年多而已 一年 一两个月而已 一年两个月 就开始选总统 我觉得柯P如果选上了 他一年两个月 如果你要选2024的总统的话 你在台北市毕业以后 你就要开始跑全国 是啊 可是我的意思就在这里 那到时候 当然啦 一定是这样啦 你现在不用担心 一定是这样 到时候一定是柯P 赖清德 然后国民党一个人 国民党也不一定是朱立伦 那时候可能另外一个新的人 搞不好啦 出来 然后三个 然后就开始竞逐 这个很有趣啊 我觉得民主就是要看这个 这个就是有趣 在两党的夹杀之下 假如真的是柯P 过了这个台北市长 这一关的话 难道不会绿营 或者跟柯P再联手吗 不会 我看是很难联手 因为他有个 那个大派系 在那边的话 有一个赖清德在那里 对对对 所以很难 譬如说 我这个柯P 加入民进党的话 民进党也不会提名他 那我为什么要加入呢 所以这个大概很难 我想对柯P来讲 现在假如说台北市长 这次的路 过了这一关的话 他大概也就 也就是海阔天空啦 他就走自己的路啦 一定是2024嘛 他就不需要在 我们现在 你看我们几任总统 除了蔡英文这一任 不算以外了 前几任 都是当过台北市长的 没有当过行政院长 譬如说马英九 现在行政院长很难了啦 马英九有没有当过行政院 没有啊 但是他当过台北市长啊 然后陈水扁 有没有当过行政院长 没有啊 但是他当过台北市长啊 李登辉 也没有当行政院长啊 那赖金德没有当台北市长哦 这是你讲的 不是我讲的 好 今天很开心啦 我们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还会请老包呢 詹绪奎呢 只要他有时间啊 就不定期的可以到我们节目中 来跟大家聊聊天啊 听一听不同的角度 很乐意 很乐意 谢谢老包 谢谢你 但是有空 有空写小说了 我愿意 我非常愿意 而且提出 偷偷的在写了哦 好 我们来期待一下 当年的老文青 老包 詹绪奎呢 他可以重出江湖 来写写小说 五点到六点节目呢 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待会六点钟 我们先跟你预告 我们先来了一个 很棒的来宾 谁呢 在2018年 在法网 在温布敦呢 大放异彩的 曾俊卿 他的妈妈 来到我们现场 告诉我们 他跟他的孩子 怎么样互动 曾俊卿在什么时候 开始展现出 他网球的天分呢 那你很感人的 这对他的爸妈 是在市场夜市里面 从摆摊子 卖这个糖葫芦开始 在照顾这一家人 那出了一个 国手 曾俊卿 而且是未来台湾 华人在四大网赛里面的 未来非常有潜力的 一个新的明星 我们来看看他妈妈 怎么谈他